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公布 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 批出首两条生产线 有获资助的厂商说 原材料价钱大幅上升 要去到中东买料 曾永三报道 一向有卖自家口罩的上方制品 是其中一间申请到资助的公司 董事张以为说不容易 除了资料多 也要迫到足够原材料 我填份表都填了10天 需要资料都很多 张以为说口罩中间那层容喷布最难找 价钱也炒贵了二十多倍 容喷布原本未有疫情之前 听闻应该是一两万一吨 我们自己都已经买到二十五万一吨 后来找到台湾和印度 但都说出不了厚 即是不准出厚 我们接着找日本 日本又说有料给我们 但都说出不了厚 然后找到中东 现在中东就给了少量的物料 我们正在试 他估计申请二百万 顶多一批百多万 主要用来改装用的半自动口罩机 和加大无尘车间 张以为预计五月五号开始 每个月平均可以向政府供应到八十万个口罩 至于另一间获批价生产船 是澳城有限公司 预计由四月二十号开始 每个月平均可以向政府供应二百万个口罩 亦都可以生产二十五万个口罩给本地市场 最高可以拿到资作二百五十万 截至星期四 政府收到八十二宗申请 当中有五条生产船 亦都符合条件 会尽快审批 有请电视机 紧织永山报道